請幫我寫個拍檔程式輸入資料後 判斷是否年滿18歲 滿18歲的輸出成年 反之輸出未成年 這個是很直覺的 就有點像跟一個人在講話 他得到的結果這邊就有了 他這邊就有一個程式幫我寫出來 然後你可以copy more 然後直接就run run的話很簡單 就直接把他貼 這邊開一個新的module 新的模組 然後把他貼上去就OK 這樣run一下就知道了 run如果OK沒有bug 那表示成功了 有沒有 請書 有耶 OK 15歲 and 您未 他多寫這些 不過這個是看 OK 然後如果您未成年 然後30歲 您是成年 OK 還加個您耶 哇 感覺好像很有質感的感覺 好像很尊重人的感覺 所以他比我們平常在寫 還注重太多的細節啦 只是說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他寫的 跟你有點不太一樣 其實我是覺得他寫的 其實不是追求精簡 而是追求你給他的訊息 他是不是能夠真的 是有做到沒錯 但是以這個程式來看 其實他這邊的話 就是他寫一個DF DF就是他幫你寫一個function 他用function就呼叫 其實說真的 這程式沒那麼複雜 不用寫function 只是說他 就是有的時候他會把程式 就是也不是刻意吧 就是說他就會寫的 相對是比較複雜的寫法 但如果你要簡單的話 其實你就寫成這樣就可以了 寫成我們剛剛寫的方法 就是寫成像這樣子 那當然他是把他另外再建立一個 就是DF 一個function 叫做checkEdge 那當我怎麼樣呢 當我input的時候 我是直接把這個Edge有沒有 他的年紀 先丟給reRoute有沒有 然後呢 他再丟到這邊來 去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 這個check之後 你比如說把食物稅丟到這邊 那你這個時候 你的15歲 比如說我輸入15對不對 那也有轉型 本來是15對不對 他幫我轉成15 所以他這邊就是數字15 那數字15就從這邊 帶到哪裡呢 帶到這邊 這邊就是他的參數 所以15就帶到這邊來 得到一個Edge 那Edge的話在這邊就比對 如果大於等於18的話 那就得到這個結果 反之就是這個結果 然後他這邊有個關鍵字叫return return的話就是返還結果 因為函數的話 就跟Excel裡面用一樣 就是他會把結果return 那return結果的話 因為我輸了這15 所以他一定不會跑這個地方 一定會跑els這裡 所以他return這個未成年 所以他把未成年這三個字 return回來 所以在reRoute的這個結果有沒有 他裡面就放未成年這三個字 所以reRoute的他就會變成是一個 文字的一個變數 裡面就放三個字 叫未成年對不對 然後他就把這個reRoute的結果 再放在這個寧式有沒有 這個未成年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做輸出 這裡的話其實你說 老師為什麼他這邊是用這個F 然後加一個這個 其實理論上我們剛剛教的是 不是這樣寫的 應該是這樣啦 您是 這樣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串在 等於是說您是中間加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把這個reRoute放進來就可以了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